屎嫂 唯一一個大魚圈座 然後我們在它們的裏面 就放了很多積木 然後我們就會把這粒色仔轉 這個是一個兩拍 小朋友就可以拿兩粒積木 也可以考考我們的創意罪 最後砌到什麼出來 好 下一個了 這個是三拍的音符 我們就可以繼續砌 這次呢 我們就可以試試 這次有四拍 那你就可以拿四粒積木齊 如此類推 也提一提 如果老師想把這個遊戲 適合所有小朋友玩 那你就要去視乎他們的能力 將這些音樂的符號去改變 可以六面也只有兩拍 或者是TitT 那他們那天的主題就是學這兩樣東西 那我們這個遊戲是怎樣玩的呢 就是當你看到一拍符號的時候 我們就要將一個身體的部分 接觸地下 兩拍 兩拍就是有兩個身體的部分 接觸地下 如此類推 那這個遊戲我們就要找個同學來一起玩 好 準備了 這個是一個一拍的休止符 看到這個符號的時候 我們就休息一下 好 再來 這次呢 就是一個一拍 我們就要有一個身體的部分 接觸地下 那我們可以單腳站 單腳站 這次再來 這次我們就有一個四拍的符號 那我們就有四個身體部分 接觸地下 準備 1 2 3 4 4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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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